接下來請各位要開始 把你剛剛錄的程式 稍微加上一些你看得懂的訊息 就是註解 比如說你剛剛做了什麼事 123然後結束 但問題123 你想說123到底這個中間 怎麼幫我把程式寫出來 另外的話 它到底寫了什麼程式 我剛開始又如何 可以從錄製的程式裡面學習BBA呢? OK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是可以用錄的 所以很多程式是本來不會 但是因為你可以透過錄製 就可以產生你要的程式碼了 這個我覺得是滿棒的 其他程式語言並沒有這麼好用的功能 這一點滿重要的 所以如果像Python 如果也可以錄製劇那該讀 你想要寫什麼 你就把它錄一下 Python程式有了 大概多好 大概沒有啦 OK 所以變成說 你變成你要知道該如何寫 你就要學很多程式之後才能開始寫程式 當然Essal不用啦 Essal你會錄的話 其實你再知道一些基本的語法 我想應該就暫時可以拿來做很多用途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這個字太小了 我是建議打開這個編輯器的時候 我的習慣是把它稍微縮小 為什麼 浮在上面看到後面的東西 這樣子來寫程式我覺得會比較合 所以我習慣把畫面稍微變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會把這個字放大 那這個字怎麼放大 工具選項有沒有 撰寫風格 我建議至少把它改成至少12到14吧 12吧 OK 12到那麼大 OK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不然剛才9號字實在太小了 那接下來的話你可以看到 不過你們可能上下顛倒吧 我把它跟各位一樣好了 好像我們是先 你們應該是先串貼再清楚 不過不管上下的關係 放上面放下面都沒有關係 只要頭是sub 尾巴一定end sub就可以 這個是基本架構 所以如果將來人家會問你說 這個聚集它在城市裡面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跟他講 聚集其實開頭就是sub 尾巴就是end sub 它的名字就在sub後面 所以呢 這個聚集的名稱就串接嘛 那它如何執行 反正就從頭跑到尾 就線性的嘛 一直往下執行 OK 所以呢 你們回想一下 剛剛串接到底做什麼 誒 有沒有 第一個動作 那這邊可以加個註解 註解的話是單引號開頭 我的習慣是1 我們第一步做什麼 游標把它放在1.4儲存格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可以打一些 你看得懂的敘述 不見得一定要打得跟我一樣 我自己看得懂 比如說游標放在1.4儲存格 好了 有沒有 第一個步 那第一步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下面這一行就是 你剛剛做的動作 有沒有 所以儲存格的表示方法 它就叫什麼呢 Range 意思 後面有一個動作 點Slater 有沒有 就是把游標 幫你放進去的意思 好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的話 最好做什麼呢 就是在上面 資料編輯列上面打勾 其實白話意思應該是輸入公式 就是在1.4儲存格裡面輸入公式的意思 所以我大概簡單打一下 當然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你不一定要打得跟我一樣 因為有時間關係就不用寫那麼多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是什麼呢 向下填滿嘛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一個Otophil 所以就是在什麼 向下填滿 我簡單打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也就是說啦 你就可以簡單在這城市裡面 加上註解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哇 感覺好像城市本來很陌生的 突然間變得相對的有一點點那麼的親切感 有沒有 突然間看懂了 其實你看懂的應該是看懂這個註解 特別之后一定是單一號開頭 同樣方法清除 清除的話第一個動作一樣 所以游標放在1.4儲存格 我們第二個動作做什麼 二的話就是 我們是什麼 Ctrl 然後加Ship 有沒有 那這一行其實就CtrlShip向下了 然後下面這一行的話就是Delete 有沒有 所以我們按了Delete 所以3 好 簡單再打一下 這裡面的訊息 你不一定要照我一樣打 你反正打你自己看得懂的為原則 比如你剛剛到底這三個動作 你做了什麼 你可以敘述的更完整一點 因為之前的同學打了一串 真是快把筆記打上去了 沒關係 你可以打你看得懂的 或只是簡單的敘述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1.2.3 這個時候好像感覺 哇 這親切越來越看懂 那個程式到底在做什麼了 有沒有 OK 那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重新去編輯 或者修改程式的話 那請你從這邊去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你可以知道 比如說1.4 有沒有 這邊不是1.4 這個範圍 那當然如果你要執行程式 除了說可以從剛剛的聚集裡面執行 或者是可以按鈕執行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三個地方 如果你要串接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直接游標放在串接的中間任何一個地方 游標只要放這一個區塊 按下上面不是有個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也會執行 那你另外如果要清楚的話 一樣把游標放在這個sab中間任何一個地方 按下執行 有沒有 它也會run 也就是說將來你要執行聚集 至少應該在這邊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從這邊去執行 第二種方法就是按按鈕 第三個的話就是直接從這邊執行 三個方法 OK 好啦 就把程式上加上註解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也許我們這個錄日聚集的部分 應該就差不多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延伸出去 我想要做最後一件事 今天的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我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呢 到底這個會員裡面 應該總共100個會員 我希望知道呢 到底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那我是希望把它劃分成七年級 比如說就是用幾年級生 這樣的一個敘述方法 比如說五年級生的話就50到59 六年級生就是60到69 那這邊應該是70到79 也就是十年當成一個區間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年齡層最多 那並且最後請你幫我畫個圖表出來 有點像是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的 這邊其實我註解這邊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第六頁這邊 比如說呢 我想要知道這個一個敘述結果 比如說像到底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並且幫我繪製出一個圖表 簡單一下 比如說直條圖就好了 那該怎麼做 當然也不用太複雜 前提是你可能需要會用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這兩個功能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幫我把 剛剛的那個Visual Basic 先把它熟練 我剛剛第一個 自放大計的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再把它放大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上面加註解 那待會我們來統計一下 到底這個年齡層裡面 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